中国的制造业跟德国的制造业比 差距也很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差距 就是在质量和品牌上 我们一讲德国制造 就知道德国货好 一讲中国制造 可能人家就觉得 中国的东西不太好用 不好用关键就是质量 质量里头其实包含了很多 第一个首先要满足使用者的需求 在这方面 具有产品本身 你的口号性功能等等方面要求 还有产品制造过程当中 怎么来保证 使得你在使用过程当中 一千个都是一个样 一万个都是一个样 所以质量对制造业来说 应该讲是制造业的生命线 没有质量 谈不到制造业 谈不到制造业能够得到客户用户的信任 来云天赋 应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多少年以前我们跟来云天赋 都有交往 来云天赋在国际的检测 这方面也是有声誉的 很早就跟我们中国的单位开始合作 所以来云天赋将来在中国从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过程当中 在质量强国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 可以有很多机会 我觉得来云天赋可以跟我们中国的有关方面合作 给我们提供这方面先进的检测标准 先进的检测手段 先进的检测理念 使得我们中国制造在从大国迈向强国的过程当中 能够在质量品牌上的建设 能够更好地跟来云天赋发展合作 我认为这方面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这次会议是第三届的先进制造业大会 我认为一次比一次好 用一句话来说 这是迈向制造强国当中的一步 请不吝点赞订阅